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供情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道师慈悲教导 学生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安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常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特别节目 孩子怎样变成废人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节目叫教孩子的学问 就是怎么教孩子 这里有哪些理论 方法 实力 和成果 那么这个节目这么多集来 很受大众的欢迎 很多不学传统文化的家长 特别爱看 什么原因 大家普遍感觉到 现在孩子不好教 难教 还有个根本的问题 就不知道怎么教 我们现在考向讨论的 是这些学生孩子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我们记得在三十多年前 就八零年代后 其实就已经有种子了 现在开花结果了 什么结果呢 恶果 从家里一孩化之后 大家对子女的溺爱 宠爱 已经到了自己浑然不绝 孩子浑然不绝 最后苦难出来了之后 还是浑然不绝 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我们就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给大家看 你看在我面前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义工 做义工大概有三点多的时间了 家长都是学佛的 希望他这一辈子 弘法利生 不要出去赚钱 就走世间的这条路 这是一桩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义工 来做传统文化的这些工作 什么都不会做 做什么 砸什么 砸锅 这个脑子非常不好用 他自己也很痛苦 他妈妈就讲 使劲的择持他 教训他 可以打他骂他 欲言力也好 这个负责人也照做 管用吗 不管用 26岁 成了什么情况 报废的人 我们说这话 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 真的吗 你们不相信 这些都是亲身经历 我们亲眼所见 今天借这个机会 叫教孩子的学问 这个义工 他愿意发露忏悔 自己怎么变成一个废品 什么原因 头一个原因 尤其是妈妈 父母里面 妈妈情质最重 女子都有这个特点 宠爱孩子 现在都不以为然 等到他长大了 坏了 把孩子 宠爱成什么 一个废品 这个人包废了 我们现在听听他的忏悔 他在这里 也是带自己的妈妈 来忏悔 希望天下父母 不要再这么教孩子了 你把他给 溺爱死了 最后成了这么一个 痛苦的状态 刚二十多岁 干什么都不行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这还是上过大学的 你讲一讲 你身上的这些毛病 你不是头一个 做事能力这么差 什么原因 我从小到大 都处于一种 被保护 被宠爱的状态 我今年二十七了 到现在 还不会做饭 做菜 洗衣服 缝衣服 这些都不会 二十多年来 父母没有我洗过 一件衣服 而我的衣服呢 从外衣 帽子 鞋 一直到内衣 袜子 都是妈妈给洗 我只需要把脏衣服 放到盆里就可以了 甚至我连洗澡 自己都没有费过劲 从脖子到脚底 都是妈妈给洗 我是上了大学 离开家了之后 才开始自己洗澡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是二十二岁 我从小到大 春天冬天 换什么衣服 都是妈妈给准备好 一年四季呢 在增点衣服上面 我从来都没有操过心 到什么季节 把那衣服都给你准备好 对 说天冷了 你把这个秋衣秋衣给穿上 我就穿 我就是根本就不去想 我为什么要穿 就是完全就是 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我就听话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想 我就是已经 不愿意自己去想这些 我觉得挺麻烦的 然后人家都给照顾好了 女孩子都会用针 做针线活 织毛衣啊 这些都会 但是呢 我就是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都不会 衣服扣子掉了 我第一个反应 不是拿起针来给它缝上 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妈妈 因为妈妈缝衣服缝得好 这个活她做最好 我看着妈妈在那缝补 或者是织毛衣 就是很感兴趣 就是想看 其实你那个时候是想学是吧 很想学一下 然后想试试 这个想法 但是妈妈就是只顾自己忙嘛 她说那个你还不用学这些 要让我去抓紧精力 去忙学习的事情 这些都不要让我学 让我看 上大学的时候 二十二 第一次缝裤子 那是为什么缝裤子的呢 因为是学校军训 发的那种迷彩服 裤子开当了 实在不得已了 只有那一身 我才拿起针线来 不是因为不得已 我还是懒得动手 二十多年来 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妈妈讲 说你去学习吧 什么都不用你干了 我听到这话 我心里就会非常轻松 因为你看那个吃完饭了 一桌子饭菜要收拾 妈妈一说 你去学习去 我就解脱了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很麻烦 那么多碗筷 又油腻 还去洗 还收拾 我可能要耽误 半个小时时间 现在我一句话 说你去学习吧 我就解脱了 我就是自己 不管是 是不是认认真正的在学 还是只是看看贤书 看看散文 就休息去了 对 这桌子饭菜 做之前 你也不管吧 做之前 我看到 他们在忙 感觉跟我没关系 你要想帮忙 妈妈怎么样 赶紧就制止我 说你一边待着去就行了 然后什么都不用你干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你去写作业 也给你赶走 但是不需要让我来参与这些 然后我就压根就没有心思去学 遇到任何事情 我想去动手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阻拦 心里就 不会再去有这种想法 说想帮个忙 我想学会点什么东西 替父母分担都没有 二十多年来 父母没有用我做过一顿饭 我甚至连给自己做饭 都没有做过 而我一天三餐 都是妈妈给准备好了 买菜做饭 也不用我操心 我从小到大还特别喜欢 家里一个亲戚 就是我二姨 因为我二姨只要一来 在家里吃饭 吃完磕饭 然后她绝对不会让我干活 一定把我给遣送到一边 就是收拾碗筷 她就来干 她就是觉得 好像我学习比较辛苦 所以说要让我歇着 就是家亲眷属也不让你干活 不让干 他们都宠着我 六七岁了 我吃饭 还要让我二姨在后面追着喂 因为她不喂的话 我就不好好吃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正月十五的灯会 我们一家人出去 从出门一直到回到家里 几个小时时间 我一直脚就没有着地 一直让我妈妈这么抱着 你们看我都这么大了 就这么让妈妈抱着 关键是我妈妈她 还就这么抱着我 能走路也不让我走 她完全不知道 这不是爱她的女儿 而是害了她 我其实一点都不怨我的妈妈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去教过她 怎么做一个母亲 正像师父老人家常讲的 圣贤教育已经断了一百多年了 妈妈做饭之前 先把我赶走 然后我去写作业 然后我就一直写 我也不管什么饭点 直到我就等着妈妈什么时候来叫我 我再起身 我再去饭厅 然后去饭厅的时候 饭菜都摆好了 碗筷都摆好了 然后坐那儿就开始吃 吃完之后你就走 休息去 是吧 是 爸爸就看我吃饭太磨蹭了 就会说 谁最后吃完 谁刷碗 我就赶紧比着吃 加快速度吃饭 争取让爸爸妈妈洗 对吧 是 周六周日 爸爸妈妈上早班走了 然后会告诉我说 你把家收拾收拾 然后就出门上班了 等到他们九十点钟回来 然后我其实起来之后 我就很闲散 我上来先看电视 我也不搭理收拾家务这茬 一看他们快下班了 赶紧关了电视 赶紧就葫芦几下 然后或者是听见妈妈爸爸脚步声上来了 赶紧拿起条出来扫两下 撞破作样 妈妈一进来之后 还没扫完呢 还没打扫完呢 她就给拿过来 把条子拿过来 顿布拿过来 这不是很简单吗 吵吵几下 就给她收拾完了 然后我就歇了 对 你知道 问题在哪里吗 就是当发现自己的孩子 不做这些活 而且呢 还很懒惰 爸爸妈妈怎么样呢 拿过来 他们做 发现这个孩子 不但不会干活 而且增加了坏的毛病的时候 不管 这就麻烦了 父母命行物懒 你分明是懒惰了 磨蹭了 父母姑息 放纵 所以你现在磨磨蹭蹭这个习惯就养成了 所以养不教 复制过 这复制的是父母 为什么不教育他 只是给他吃 给他喝 他有这么多的毛病 为什么不管他 你不管 行 他将来会要债 会抱怨 他会怨恨父母 话又说回来了 能不能怨恨父母 不能怨恨 为什么 父母也没人教 师父老人家讲 传统文化 怎么做父 怎么做子 已经断了一百多年了 所以你也不能怨恨妈妈 要知道妈妈也可怜 没人教 所以传统文化 一旦没人教了 家家户户都乱了 出来的人就不像人样了 民族他就灭绝了 道理就在这儿 这种生活持续多久啊 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那十多岁了 高中毕业到十七了已经 然后上了大学 二十 您那个上了大学之后 是不是妈妈还这么伺候你 是 还这么伺候我 那你后来长大了之后 妈妈有没有教过你 比如说刷碗呢 做饭呢 针线活这些 起码的自立的这种能力 没有特意教过我 他总觉得我长大了自然就会 你长大了自然会不会 没有自然会 没有自然会 反而我想去学的时候 又有点为难 我就觉得 他好像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学过 我得慢慢去学 不会那么容易就让我学会的 就是为难的心理就出现了 怎么叫为难呢 为难就觉得这事情 我一直都没有接触过 我碰到了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一下子 不能给他学会了 就是觉得理所应当不会 你就不想学了 这个时候是多大了 这时候已经20 从20岁有这种不想学这些东西 一直到现在27岁了 这7年来都没学会 为什么呀 第一就是 觉得就是像这种生活上的这些东西 妈妈总是想 等将来到了社会上 或者成家之后 你就自然就会了 你没问问妈妈 为什么成家之后就自然就会了 锻炼的多了 好像就会了 你应该跟妈妈讲一讲 你说像我这什么都不会的 没人娶 没人要 现在你学了传统话 你懂了 谁家也不缺个姑奶奶 是 20年我没离开过父母 然后第一次去坐长途车 然后不知道是怎么进那个 进票的那个门 然后我就看着车从哪出来 我从哪进 结果被人给拦住了 人家说这是出站口 这不是进站口 然后又去找售票大厅 然后就是对这个世界都很陌生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 就是 我怎么去熟悉他 就是已经是22岁了 第一次从妈妈身边离开 那你原来碰到这种情况 都谁告诉你 哪是进站口 从小到大呢 都是妈妈 爸爸 带着我去哪里 坐火车 坐公交 我就是跟着 然后也不会去记路线 也不会去坐什么车 就是天天跟着 什么都不想 从小到大 我也不知道怎么盛了面条 我20多岁第一次 给一个老爷爷盛面条 手都打哆嗦 因为我是第一次盛面条给人家 发现加也加不起来 然后大概是加了得有三四分钟 才盛完一满 还没有汤 这碗面条盛多久 很长时间 那会儿20多岁了 20多岁做义工的 第一次开始伺候别人 我才发现什么都不会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你的妈妈有没有发现 自己的女儿实际上 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 很无能的一个孩子 有没有 我妈妈一直觉得我挺好的 从来没觉得 我不会什么 有什么问题 那妈妈有没有想过 将来你要到社会 你要自立 结婚成家 你要相夫教子是伺候人家 女子的本分 料理家务 什么做个饭 什么的 太正常了 买个菜什么的 但是你什么都不会 连做工 连坐长途车都不会 妈妈不担心吗 我没有听过 我妈妈这么跟我讲过 一句都没有 就是说你将来 你要学会了 做饭 学会料理家务 照顾人 那你要问妈妈 你真的将来 我长大之后 不如社会 谁伺候我 我不能天天让父母伺候 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 你现在到了这个社会上了 做义工了 你有什么感受 我第一次出来做义工 我感觉自己热情很高 好像什么都想拿过来做 但是呢 却发现就是很多事情 我没有遇到过 没有接触过 我就很害怕 比如说盛碗面条 你都不会 是不是 是盛碗面条 我发现 我都是第一次盛 然后帮人家看着行李 帮老师拿道具 结果也没有看住 还给丢在长途车上了 然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本身就不会 我就没觉得有什么羞耻的 你没觉得我应该会 你讲这句话 讲到关键的地方 你周围的同事 老师跟我讲 你做这些措施 最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感到很震惊的 并不是你这些事情 不会做 没做好 而在于 你不会做 没做好之后 没有惭愧心 用你的话 没有羞耻心 为什么没有呢 好像应该就这样 应该不会 天津第一了 我干嘛要会这个呢 我们观众看到这里 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我们要受到极大的教育 你看 在我面前 27岁 这么大一个女孩子 上过大学 你看她现在 她忏悔出来 我们不难过吗 这家长们 不警醒吗 怎么教的 什么叫做义工 伺候别人 没有任何条件 什么都得会 这叫义工 现在是呢 都得伺候她 别人还得 什么都得会 因为她什么都不会 你说这是来做义工的吗 美其名曰 你看 这个义工 心地很善良 也很热情 愿意做很多事 但是呢 谁都不敢让她做事 为什么呢 你看 很好的一个东西 很好的一个东西 到她手里 准坏了 要不就丢了 所谓骑马的这些 生活自理能力 她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从节目开始 听到现在 也就是 五六分钟的时间 我们都听明白 什么原因呢 家里有一位 你爱孩子的妈妈 所以中国古人 自古以来 你看在这经典里面 都告诉我们 家里的后代 要想成就 咱们说吧 做一个普通人 正常人 靠什么 靠妈妈 靠母教 所谓相夫 教子 这个教子 是妈妈的天职 在没上学之前 七岁也好 六岁也好 全都靠这个妈妈来 帮助她进行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 依靠什么呢 依靠弟子规 这些东西 历朝历代 家家如实 哪个妈妈 都按照这个来的 所以你看弟子规 头一句话 父母呼应无患 妈妈一叫 马上就到 父母命 行物来 让她干什么去 父母命是什么意思 让她干活 就把那碗刷了去 蹭 跑了 刷得干干净净 绝对不能说 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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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摔过吗 摔过 摔过碗 摔过碗了之后 他们就 好长一段时间 就不敢再让我碰这些碗了 让我在旁边看着 几岁那个时候 那时候都不大 六七岁 你看看 这个孩子 要不然的 你就彻底不让他干活 他稍微一干 你看摔个东西 就永远别干了 这就是现在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去吧 去学习去吧 学到最后 你们看到了 就算手里拿个大学文凭 哪里要这么个废物蛋 他连成碗面条都不会 这是亲自在这忏悔 我们大家听到 已经二十多岁了 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人才吗 这是人才吗 话又说回来 我们真的现在要检讨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师父常讲 四种教育 头一个基础 就是家庭教育 为什么这个孩子变成这样 最后说想当个义工都当不了 都当不好 都得别人照顾他 一帮人在屁股后边 帮他施垃圾 这是他丢的 那他忘的 这是他砸的 什么原因呢 弟子归 头一句话 父母呼 这一叫你 马上就得到 训练他 训练他什么呢 做事的能力 答应缓慢都不行 慢了都不可以 父母命让他干什么事情 所谓柱子之家格言 头一句话 黎明即起 洒扫 凭除 要内外整洁 那不是说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该干的 是说的孩子 这些活都是他们要干的 那不干 那你现在很多家长不干 那家里有保姆 有阿姨 行 你的孩子长大了 就是这样 干见了吗 我不知道别人做何感受 我们看了是真受教育 我们跟这个义工打过交道 切身的体会 真的这个人是报废了 怎么叫报废了 今年二十七了 用这种状态 你说咱们从头来学吧 好 自己照顾自己 生活起居 待人接物 光学这个 我估计至少要五年八年 那还不算 为什么呢 他还一身毛病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不想学 为什么太难了 他乘碗面套太难了 他不乘了 那个太难了 这学不会 懒了 这脑子已经懒到家了 自甘堕落了 那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常常讲 这杯子放这儿 这是规矩 放偏了 他容易摔了 放错了 把孩子叫过来 你怎么能把他放这儿呢 从小 你就得给他放好了 那弟子规里边都是 弟子规呀 那给孩子的规矩呀 至冠服有定位 袜语履俱紧切 会系鞋带吗 会放衣服吗 像你说的这个 什么都给你摆在面前 伺候好了 一旦没人伺候你了 这人就是个活废物 天下那么多孩子 人家都很机灵 什么都能会做呀 那为什么我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活废物了呢 父母不让他干 不落实弟子规 113件事都是他该干的 你不让他做呀 你爱呀 不会做父母啊 认识父母怎么做呀 弟子规里边 你把他反着看 那就是父母归 话又说回来 父母呼应无还 他还了怎么样呢 第三句说了 父母叫续静听 这杯子为什么放这啊 叫他 教训他 下次父母呼应无还 他又缓慢了 过来 给他两巴掌 父母则让他续顺承 这不就是父母的样子吗 什么事情把他叫来 什么活让他干 父母命行无来 是不是 父母叫续静听 父母把这个人生的道理 怎么活下去 活着的教育 安身立命自立的教育 让他天天去做 而不是你做伺候他 那他就报废了吗 换句话说 他的眼睛 看什么东西 不管用 他视而不见 你说这油皮倒了 我们常常讲 油皮倒了都不知道福 是不是 是 有时候家里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家里东西都很熟悉 但是要是让我在厨房 我妈说 你帮我把那个酱油醋 给我找过来一瓶 我就是瞪着俩眼睛 我就在那翻 我就看不到 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事情 什么叫视而不见 话要说回来 这俩眼呢 不管用了 所谓长着眼睛 真的看不见 这就是报废了 眼睛报废了 耳朵呢 那妈妈爸爸叫 没反应 你为什么呢 从来不知道应该有反应 他叫父母去有反应 那他认为正常的 父母叫我还答应 爸妈没说过 耳朵报废了 鼻子闻不出来 那东西臭了 没闻出来 不知道这是臭的 舌头尝不出来 将来他吃那个变质食品 他自己生病 这个遇难都有原因 没人教过他 从小告诉他 这个不行 没人教 身体摸什么都没感觉 心里也想不明白 都想自己 你看他不是 我怎么才能不刷这个碗 吃顿饭 竟琢磨这个 让父母刷才好 自私自利 你看看 人有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统统报废了 这人就是个废人 大家听听我们分析 这个有没有道理 今天的年轻人 为什么无能 我们专门做过这么一期节目 今天这就是个例子 教孩子的学问 这还要学问吗 就是一部弟子规 那就是父母要做到的 师父常常讲 大人要做出来给孩子看 我们总没听明白 现在听明白 你看这活生生的例子 摆在面前 你不难过吗 他经常是以泪洗面 他的同事也安慰他 管用吗 不管用 为什么呢 他从小到大养成的恶劣习惯 多少年 二十多年 要把这习惯改掉 得花相当的时间 然后再恢复成一个 有能力的一个普通人 又得花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这一生就拉倒了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有个大学文凭 那能当饭吃吗 就这么个废物 谁家敢娶 缺这么个姑奶奶 说我爸妈妈就需要 给人当老妈妈 给人当老妈子伺候她 甭多了 很快就不能要了 又离婚了 最后回到娘家 跟妈妈说 人家不要我 为什么什么都不会 天天得老公公婆婆伺候 现在八零后 九零后不都这样吗 没有一个能自立的 有也很少 什么原因呢 通通都是 弟子规废掉了 他也不知道 什么是弟子规 所谓富不富 就是怎么该当父母 他不知道 父亲 母亲 不像父亲 母亲 叫富不富 出来结果 因是富不富 果就是子不子 富不富 子不子 孔老父子讲的 没错 你会当爸爸妈妈妈 你看看 这今天眼前的例子 他多痛苦 说实在话 干义工还好一点 大家周围人 都是很宽和厚道的 容忍的 爱人 就这样的 到社会上 就这块撩 行了 一百个公司 一百个开除 哪缺这么个姑奶奶 你来了之后摔盆打碗 什么都不会 丢这个忘那个 把这个砸锅了 把那个弄报废了 然后人家公司 每个月还给你开公司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有这么傻的老板吗 你们这一代 为什么找工作男 都把你们给伺候坏了 生生惯坏了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脑子不好用 感觉很强烈 其实事情很简单 就是做一份工作 比如说编片子 做电视编导 现在学这个呢 是吧 怎么样 我就发现 别人一天能编四个片子 但是我可能三天 才能编出来一期节目 就是因为在选择素材 我不知道该加什么画面 因为左右放在我面前 两个画面 我就是分不出来 我到底选哪一个 然后一直犹豫 没有判断力 你听完我讲这番话 你明白了 你为什么判断能力 分析能力这么差 从小不锻炼 27年了 你看别的孩子为什么机灵 干活 所以我们常常讲 勤劳二字有很深的意思 中华民族美德 我们都是一说而过 实际上 勤就是总干活 勤快 手脚麻利 脑子勤快 它总动脑子 是吧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不愿意动脑子 不愿意 不愿意动脑子 本身我就感觉自己挺懒的 也就是让别人去想 让别人去做 我就等着现成 我之所以觉得事事都难 就是因为我事事都从来没有自己去动过脑筋完成过 这就是你说的为难原因 对不对 不愿意 太难了 为什么呢 从小到大都是人伺候过来的 我不需要自己去做任何决定 什么买衣服 或者是吃什么 我通通不去想 你做好了就行 你给我买现场的 你让我穿 我就穿 换句话说 你不用你那个大脑 这些东西自然都来 所以你用它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长大了 这个人脑子就废了 他用不着脑子吗 他用脑子干什么呢 有妈妈呢 伺候呢 所以你那个脑子长的是多余的 是 放学回家 饿了就会去找妈妈 晚上睡觉 躺在床上 渴了 也会去找妈妈 让妈妈给我倒杯水来 然后这时候妈妈就会把水端过来 直到有一天 妈妈觉得已经这么大了 还让人伺候 她就说了一句 你自己去倒 但是这个时候 我懒惰的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 跟我妈妈出去买菜 我也不会去琢磨 妈妈怎么挑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是在旁边傻看着 看着周围的热闹 然后我周围的朋友 他自己能做饭做菜了 然后我就很奇怪 我说他怎么挑这西红柿 他怎么会挑呢 我说我要挑的话 我挑什么样的 你不去想了就 好像是找不到标准 没人告诉我 我们在菜市场 经常看到那个老妈妈 老奶奶 那是明白人 他不宁爱孩子 他知道怎么做 长辈做父母 交个孩子 记住了 这样的菜别买 买回去之后 咱们就没法吃 就得扔了 这钱就糟劲了 我从小就听着长大 家家户户都知道怎么叫孩子 现在这可断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听了你的忏悔 我们有个什么体会 师傅常讲 好人是交出来的 我们再加一个注解 正常人也是交出来 你现在深深感到 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 比正常人要差很多很多很多 对吧 对 什么原因 没人交 我感觉自己思路 跟正常人言 就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人家听不明白 我在讲什么 然后他讲的 跟我听的又对不上 就是我自己弄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你之所以不能跟社会大众 不能跟正常人 沟通接轨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从小没有过正常的生活 你一定要记住 从小就干活 是正常的是人伦 反过来 从小让父母伺候大了 是不正常的 是乱伦 你没这概念 所以说 你从小到大 不需要用脑子 那你说这个脑子能不报废吗 人的脑子要是报废了 这个人就完蛋了 你看 四肢健全 是吧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脑子废了 那是多可怕 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 从小 家长在这个方面疏忽了 这一疏忽可不得了 你妈妈讲了个话 面条怎么进碗的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是 我们在想 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已经晚了 所以她妈妈也流眼泪 也忏悔 学佛的居士 说快让我闺女多忏悔忏悔 教育现在的年轻人 和现在的家长们 长辈们 千万不能走这条路 为什么呢 我闺女是个废物 面条怎么进碗的都不知道 话要说回来 那面条谁给她盛呢 我们真的现在是 欲哭无泪 还不是天下这些 溺爱的家长 把这些孩子教大的吗 处处都是违背弟子鬼 哪句话都是颠倒出来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讲 儿子户因无还 孙子命行无懒 是吧 儿子教续静庭 孙子则续顺承 你就看绝对是这样 现在儿子教育老子 那太多了 是是是 好好好 就跟三孙子伺候这祖宗 他这还算好的 那有的那个不大无能 什么都不会 还怎么样呢 他还要责怪 训斥父母 骑在父母头上 他还做这个 你说他的寿命怎么能长 折服折受我 所以我们有这个缘分 遇到这位义工 我就总跟他讲 我说你看 你这个相貌不好 我们观众也能看得出来 我说这样的相貌 福保 命短 所以要怎么样呢 从现在要修福 不修福不行 为什么你极有那点福报 都让你父母伺候你 你给想光了 所以大人伺候孩子 是消他的福报 折他的寿命 要懂 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 走的那么多 腰折的多 生生给伺候出来 这个话 我们大家不要不相信 理解不了 就说他是封建迷信 那古书里说的太对了 我们中华民族 就是靠这个延续到现在 五千年 一万年 你不信 你受罪 所以他老妈妈很后悔 后来学佛了 明白了 自己交错了 好在 你看二十多岁 他的姑娘来学传统话 做义工 给自己赔福 赶紧的将功遮罪 今天他这个忏悔 我们感到太及时 太有必要了 现在家长都舍不得 不要让孩子干这干这 快去学习 学习到最后 你倒有个成果 拿着一纸文凭 是个废物 这有什么用 哪个公司 人家就看这个文凭 他看人 说他们新招来这个人 学历很高 最后 说我们都得伺候他 那能行吗 那不自己把自己坑了吗 他回家还得坑老 再有 刚才他忏悔那句话 我们很受教育 这些事情不会做 没有丝毫惭愧心 没有丝毫羞愧心 什么原因 从小那个耻的教育 没有 什么叫知耻的教育 这孩子只要稍稍一懂事 大人就要告诉他 拿个杯子 还要让大人给你拿过去 你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 哦 他知道 这就是羞耻的 让大人伺候自己是羞耻的 不能自立吗 那刚几岁 三岁 两岁就要教他 长大了 他能自立 除了危险的事情 不能让他做 你说一壶开水那不行 是吧 像这些小小不言的 都让他自己做 弟子归纳归纳的非常详细 端个完端不好都不行 为什么呢 是空完 直虚气如直营 你就得小心翼的 你要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讲 弟子归也叫父母归 那就得父母则 让他需顺诚 得教育他 直虚气如直营 他怎么知道的 爸爸妈妈教他的 他刚三两岁 那哪有老师 就是家长教他 所以弟子归也是父母归 换句话说 你的孩子 如果这113件事做不好 就是当家长 当父母的失职 养不教 父之国 这不就连上了吗 跟三字经讲的一样 你敢不听吗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 这么个坏榜样 你能不害怕吗 你希望这个儿子 女儿将来有个幸福的婚姻 那是做梦啊 为什么呢 他是个废物 没人伺候他 那夫妻天天竟打架了 俩废物 那可不就打吗 谁都不会干活 谁都不会自立 所以人想得到幸福 得有基础啊 说成圣成贤 那太高了 先做一个正常人 咱们大家各位听听 这是个正常人吗 所以他妈妈现在灰死了啊 让他终身鸿法立生 走这条路 要不然到社会上要犯了命 现在麻烦在哪里呢 你看这些年轻人 他就是个例子呀 什么都不会 然后还怎么样呢 还什么苦都不能吃 是不是 长大了 我什么都不会 那肯定挫折就会很多 然后会挨领导批评 这个时候我就一点委屈受不了 一点批评也听不了 是不是你从小到大 妈妈不但宠着你 还不批评你 妈妈一直觉得我很好 外人都夸 然后也跟外人夸 这孩子听话 妈妈夸你 对 说这孩子特别听话 特别乖 不忤逆 从来不忤逆 从来不批评你吧 不批评我 对 所以你现在一受到批评 发现自己是个废物蛋了 大家都不欢迎你了 什么都不会 哪都不想 哪都不要你了 你什么态度 我就打退堂鼓 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我说我干不了这活 就算了吧 我就堕落了 你看父子告诉我们 人支持而近乎勇 他羞耻心起来 之后 他的勇猛心 马上就跟着来 所以羞耻心是底线 孝提忠心 离义廉耻的耻是底线 但是我们看到 眼前 你看这女孩子 她很少因为自己无能 因为自己没本事 而感到羞耻 因为她没这个概念 怎么样呢 勇猛的心也没有 所以你指望着这孩子能振作起来 将来能重新做人 很难 为什么呢 她支持才能近乎勇 现在她不知道羞耻 她哪里来的勇猛心 我就没有想过我要上进 我把这毛病改了 我这个错误我再也不犯了 你想的都是什么 我想的都是 我怎么会犯错呢 领导怎么会批评我呢 那算了吧 我要是不行的话 那我就不干了 你想没想过 如果你连一公里都做不好 你往后退 不干了 你退到哪里去 那我只能 可能是 如果没什么本事 我就算是 摆摊卖菜的话 也能将就生活吧 你觉得你卖菜 摆摊能卖好吗 摆摊卖菜 我也觉得 它会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太阳很大 你得在下面晒着 如果有一天 你摆地摊卖菜 也做不下去了 你跟我说你怎么办 唯一的地方 可能父母还能够 还能 伺候你嘛 所以今天啃老族多 大家听到了吧 我们亲耳听到了 高的干不了 我干低的 大不了 摆摊卖菜 没不丢人 哎 对 那个干不了了 回家啃父母去 啃老妈 也不丢人 还是没羞耻心 所以这个羞耻心的教育啊 都在弟子规里边啊 哎 父母乎硬无还 你缓慢了 就是羞耻 那父母命行无懒 你懒惰了 就是羞耻 113件事 总之你做不好了 就是可耻的 这就是羞耻心教育啊 耻是底线 这个没有了 哎 哎 他就一切都无所谓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30多岁人 40多岁人 还让父母那伺候呢 他没有羞耻心 为什么呢 这就是个例子 我一直堕落 这个不行 堕落都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最后我回家吃父母去了 哎 吃不了 大概等着他们死吧 哎 去世之后房子 我把他房子变卖了 还能弄点钱 从来就没有个什么念头呢 人要自强 要自立 什么别人都不靠 啊 让父母伺候 我自己养我自己 没人教这个呀 哎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 给孩子一堆钱 啊 那家里七八个保姆 伺候着啊 还有佣人 以为能给孩子带来幸福 第一个 他寿命不回长 第二个 他一定是个败家子 为什么呢 软骨头 就是面前这个 哎 自己不能够 支持进户勇 站坐而起 啊 重新做人 这点能力 这点 哎 勇气都没有 哎 反而怎么着 越来越低 你想一想 那要是碰上 真正好吃懒做 贪心重的 所以那些女孩子 什么下散烂的事 什么下贱的事 都看得出来 你去歌厅 你去看看 啊 那些三培小姐 那些妓女 她们怎么走上这条路 没有一个是因为 穷的结不开锅 吃不下饭 什么原因呢 好吃懒做 就整 哎 她贪心太重了 所以她脸都不要了 哎 你看那些年轻小伙子 马路边上 哎 到处 在那不知道是 干什么 够当的 在那好像是 推销也好 什么也好 那些都是什么呢 都不能受苦 都不能受累 然后希望 一夜暴富 都在弄这个 满嘴家伙 我们现在见这种年轻人 太多了 人不能吃苦 换句话说 勤劳二字 她做不到 她没有能吃苦的精神 这一辈子 她就会往 鞋门歪道上走 你说这种教育 多可怕 什么教育 人伦颠倒的教育 父母长辈 伺候孩子的教育 做义工 去厨房干活 然后自己可能 要花比别人 很长的时间 去收拾卫生 收拾的还不是特别干净 然后就会懈怠了 收拾不完就懈怠了 什么叫懈怠 就堕落了 算了 不想干了 对不对 对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 这活不愿干 那活不愿干 天天就想着 挣大钱 好享受一下 哪有那么多大钱给你 你什么都不会 天上这馅饼 怎么就掉你脑袋上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看现在年轻人 坐歪门鞋道的特别多 女孩子出卖肉体 打出牌子来 在马路上 我真是 我这中国历史书上 都没见过 求包养 谁有钱 可以像养宠物一样 这个养着我 我出卖自己的肉体 没有羞耻心 你说你自己 自食其力吗 不行 太累 从小没这么受 没受过这个累 没受过这个苦 他受不了 不要说 生活的艰难 生活的挫折 正常的端个杯子 不端 我就亲自看到过 年轻人 太渴了 在鸡房里干活 太渴了 躺在那 他边上同事说 拿杯水倒去 懒得拿 那你就这么渴着 渴着 真有这样的 我就看了 我真是目瞪口呆 你说他对自己 尚且这样 那他父母指的 他倒这杯水 那渴死也倒不来 这难道 我们就是想要的孩子吗 这想要的人生就这样吗 我们的家 只是过日子 都这么过吗 老师 我有这个经历 早饭呢 是凉的 宁可就不吃了 然后也不动手 去厨房热饭菜 我刚才讲 勤劳二字 是中国人的美德 我们先祖传下来的 我们都是随便一说 他的深意是什么呢 人勤快 他就不懒 曾文正公讲 要想败家 莫过一个篮子 这个家败人亡 就是因为这个篮 他就懒 因为什么呢 妈妈叫他 那没养成勤快的习惯 竟是爸妈勤快了 似乎他 他成祖宗 他成爷爷奶奶了 他成爸爸妈妈了 然后就是个老子 人呢 要经常的劳动 要经常干活 这样他就不傻 他就不笨 他为什么现在脑子不好使呢 他没干过 人类该有的这些正常的 骑马的生活 他一点没有 这一代一代都往下传 你们大家想想 如果这人要做了妈妈 再生个三四个孩子 你说这些孩子 他能教得好吗 妈妈都是废物 这孩子能脑子好使 什么活都会干 很能自立 可能吗 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现在我们说 离婚率高啊 为什么现在孩子教不好啊 因为没有好夫人 没有好妈妈 那为什么呢 没有好女子 这我们看见了 人生女子现在都这样 你爱她 我们就知道啊 民族的威望 印族常讲 古人也常讲 女人占了一大半 这个民族要想复兴 没有好太太 没有好妈妈 怎么能行呢 前两天我们看了个新闻 有个男的 拿着枪去抢银行去了 棒棒几枪 打起来了 最后被警察抓住了 很年轻 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 我房子贷款三十多万 这个钱还起来比较吃力 他媳妇在那天天就骂他 你无能 你看看人家 有吃有喝的 你看看你怎么这无能 他就问他媳妇 那可怎么办呢 我确实就这么大本事 他媳妇就说一句话 抢银行去 哎呀 这个男的 埋了把手枪 真抢银行 咱们都知道 光天化日 抢劫全副武装的运钞车 这大捷的成功几率几乎是零 弄不好 还容易被当场给击毙 那么这个鸾某 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 刚才我们在跟前方的记者 王鹤连线的时候也知道了 鸾某今年29岁是吉林人 去年呢 是跟妻子来到胡罗岛打工 开了一家擦鞋店 是因为自己在老家买房贷了37万块钱 所以每个月要还贷款 导致生活压力很大 那么妻子经常数了他 说你没能耐 有一次呢 鸾某终于是忍不住反问妻子说 那怎么才能来钱快呀 妻子说 抢银行来钱快 抢银行是死罪呀 我们从小都知道 那还了得 你看 这个儿子怎么被枪毙的 他父母要好好想 他不会找媳妇啊 换说回来 那个媳妇怎么丈夫被枪毙了呢 为什么抢银行去了呢 他教的 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不会当女孩子 他为什么不会当女孩子 你问问眼前这一公 他为什么不会当女孩子 妈妈教的 所以师父常讲 家庭教育是一切一切的最根本 就靠父母 我二姨 他这么伺候我 我感觉我最喜欢我二姨 因为我父母 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我二姨爱我 将来我告诉你 还有比你二姨更好的 你二姨伺候还不周到 还有人呢 这个比他还周到 你就跟他叫爹叫妈去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跟二姨亲 跟父母不亲呢 话要说回来 现在怎么这么多逆子 为什么 他不认父母 他只认好处 谁给我好处多 谁能让我生活得更舒适 谁 我就跟他在 就亲切 我就跟他亲 你这个话 太有代表性了 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这样 没有人论 跟那个小猫小狗一样 你仔细观察 你看那些小猫 你给他一点吃的 他就跟你走 你给他吃的 那就是畜生 那不是人 如果说 这么大的人 谁给点钱 谁给点好处 就跟人家走 那跟那个猫狗畜生 有什么区别 那还是人 所以有人就讲 这也挺好 他不知道 他这样做 他就已经不是人道 不是人了 那有人就讲了 我不是人 又能怎么样 我得到了好处 我得到了享受 我们在这 跟大家说一句话 所有圣贤这些经典 都是维持人道的基础 你一个人 不是人了 顶多你这一个家 王败 你的命运 不好 夭折 这个 有灾祸 如果全社会 都是你们这些年轻人 这种价值观 谁给我好处 甭管说当猫当狗 反正我享受到了 都是这种想法 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就完了 所以国家 政府 官员 有责任 有义务 天下有识之士 有责任 有义务 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 有这种想法 否则 真的是 民族就毁灭在我们的手里 在我们这一代 就完了 就断绝了 因为人人都坐畜生下 给好处就走 妈妈不认 她给不了好处 还是二姨给的多